自然疗法心得分享 现在我们来谈二氧化碳慢性中毒 我们一个人一天要吃一公斤食物 喝两公斤的水 吸入的空气多少呢 大家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 没有答案哦 好 告诉大家 13.6公斤的空气 这个是非常科学的一个统计 13.6公斤哦 我们每天24小时 一个小时60分钟 然后呢 你每一个每一口气吸的空气是 十几下到二十下 一口空气是600cc 算起来就是差不多13.6公斤 好 我们吸进来的空气二氧化碳是400 吐出来是五万三 这样知道吗 所以说我示范给大家看 你看现在这个二氧化碳检测仪 它的这个吹口气就900多变2000多 变4000多 再吹下去呢 6000多 再吹下去呢 它就破万了 它出来 error 要等等等等等到一下子它又回到八千多这样 因为它只能吃到一万了 那我们空气中的氧气占21% 平地一个大气压的时候了 可是你吸进来21吐出13到16 用掉8个% 可是氮没有用 那二氧化碳吸进来是 0.035个%不好算 我们讲350到400个ppm 你吐出来四万到五万三千个ppm 所以说 台湾有一个室内空气品质法 对于这个各种室内空气的品质都有一个鉴定 所以说室内空气品质法 它规定就是说 你这个学校教育场所不能超过600ppm 那么一些商业大楼 地下街 办公大楼 百货公司不能超过1000 所以你看到那个大百货公司 你会看到CO2浓度是多少 超过1000就要开发单 可是大部分人都会超过 那我们如果说 二氧化碳超过1000 人就还好 到3000就忍不舒服 我以前曾经有一次 也是二氧化碳中毒 我中毒的经验是这样 到一个医学中心的一个 开一个会 我去一个演讲 然后呢 我带我的二氧化碳检测也在身上 一看哇3500 我的妈呀 我一定完蛋 那讲完以后呢 就回到诊所 想要看诊 我发现我变笨了 讲话讲不出来 手指也不听死话 我想完蛋了 赶快 睡一觉 吸个清氧气 就好多了 这样 所以说二氧化碳浓度过高 人会非常的不舒服 二氧化碳浓度高 是很常见的事情哦 如果你蒙头睡觉 把头盖住 或者没有开窗睡觉 或者坐车子 你的车子开循环 没有开送风 所以每一次 你的二氧化碳都会到5000 6000 以前我买了一台高压氧机也是 进去十分钟 二氧化碳到5000 可是因为有氧气 所以人也不会怎么样 不会暂时不会怎么样 长期是不行的 所以我每次坐计程车 我就看那个司机 偷偷看一下 司机说你在看什么 我是看那个 它是送风还是循环 看循环我就偷偷按一下 把那个门打开 司机就把它关起来 我就按一下 我说先生 我本身有恐慌症 拜托开一下 它就会开了 就是这样 所以二氧化碳很重要 二氧化碳会中毒 你们知道吗 二氧化碳急性中毒 跟慢性中毒 二氧化碳 烧碳自杀 除了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就是死亡的原因 吃了安民药 喝了酒就睡 二氧化碳 高也不知道 二氧化碳高也不知道 还有非洲麦克隆火山 尼奥斯湖 尼奥斯火山湖 有一次山峰 把那个几千年累积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比水重 在水里面 水底下 那个挤出来 那个就一片云这样飘起来 好美的云 好像我们看那个 舞蹈 电视剧 那个什么舞台剧 那个二氧化碳干冰 飘过来好美 结果所到之处 人死光光 为什么后来知道这个事情呢 因为有一个人没死 他是跟车卡车跟车的司机 他站在卡车上面 因为二氧化碳大概是一公尺多 他站在高高就没有 他说一个很美的已经飘过来 人就死光了 就是CO2 Narcosis 二氧化碳麻醉 你完全没有痛苦就死了 就这样 化碳死了好几千人 所以二氧化碳长期过高 会导致慢性中毒 紧闭窗门睡觉 空气不流通 吸住自己的废气 办公室里面只有冷气 没有换气 我这个干非常多 我看不下三五百例 怎么说呢 你不要有二氧化碳中毒 是很少见的疾病 你们多注意一下 几乎都是 来我这边看的 大概有一半是二氧化碳慢性中毒 曾经有一个小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觉得 家人说他注意力不集中 觉得变笨了 本来很活泼的 结果 我就问 我说 你睡觉有没有开窗 他们说没有啊 他就不喜欢开窗啊 不喜欢声音啊 还把那个门缝都贴起来 一个小房间 我就知道 他脑泼低到不行 不一定是正常的脑 不是这个小孩子正常的脑泼 后来 他做了一般例行的检查 开窗 后来就好了 整个就好起来 脑泼就变正常 他有一次有一个果立大学的学生 他爸爸妈妈四十多岁带他来 我看到脑泼 爸爸妈妈也有做 看完 我就铁口直断 我说你们家一定都没开窗 因为全部脑泼一变黑暗的 你知道吗 他说王医生你怎么知道 我们家就从来不开窗了 外面很多PM2.5啊 他说冷气有时候也不开 然后省电嘛 后来 他说他儿子本来就是很活泼的 后来都 连打电动都懒了 还念国立大学的 后来他整个也好 后来没有来复诊 所以我就没有他的脑泼可以看 他说整个都好了 变成很正常 所以二氧化碳 事实上他在身体里面会变成碳酸 我们做汽水就是灌二氧化碳嘛 对不对 这个字有点走掉了 灌到不同电脑 酸根 所以二氧化碳叫酸心饮料 如果二氧化碳过高 我们脑细胞就会停摆 二氧化碳过高 脑细胞会死亡 没有东西吃 身体太酸 脑细胞就会停摆 这个就是为什么二氧化碳过高 会引起很多精神神经疾病 甚至早发现阿兹海默症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我想广义性早发现失智症 各位不要以为 只有老人家才会有失智症 阿兹海默症 很多人零岁到100岁都有可能 像这个19岁的女生正常的老婆 这个正常的老婆是这样 我一看这个老婆 很漂亮 很漂亮 我问妈妈说你你也很聪明 她妈妈笑笑不答 不回答 后来就问 原来是某个大学的顶尖的医学系 我就看说这个我没有看左眼 老婆看得到 一个人怎么样 这么一个61岁的人 老婆是这样 其实我前面一章有说过 阿兹海默症 出门就会迷路了 这个是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是这样 其实我常常拿我的老婆瞎人 我的老婆 冥想观想图纳的时候 有没有 可以瞬间启动 天人合一波 7.83 叫天人合一波 你看这个人 刚才有一个人 就是我后来秀 刚才可能还没有提到 就是说有一个人 他就是40多岁 比我小20岁 40岁左右 结果他老婆这样 我就看 我说你老婆怎么会这样 他觉得自我感觉良好 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什么症状 我这一次问 问不出所以然 我说你会把头盖起来睡觉吗 他说会呀 我说干什么会这样 我怕光啊 怕声音啊 蒙头睡觉 就会这样 下面是我的老婆 所以说我们 这个自然医学里面 一定要注意 人有没有盖头睡觉 我曾经看到有一个 我如果问 问你有没有 把头盖起来睡觉 十次有九个问 因为我看老婆嘛 有一次有一个美国回来的 我看也是脑婆很低 我说妹妹会不会盖头睡觉 因为她可能受过一些创伤了 就很喜欢把躲在被子里面 很有安全感 就是精神分裂 另外有一个 有一个人也很可怜 我一看老婆 也是这样 我没有问她 有没有把头盖起来睡觉 我说你为什么 要躲在被子里面睡觉 我是很有把握的问 她说没有安全感 我说那你妈妈 没有说不好这样吗 她说我妈妈不在家 我说那你爸爸呢 她说我跟阿公阿嬷 就是父母亲离婚嘛 没有安全感 就躲在被子里面睡觉 也是蛮可怜的 很多都是这样 有时候我 有些小孩子很喜欢 把头蒙住睡觉 我说你就去宠物店 买一个那个 狗套头的那个 有没有 给她带着睡觉 那不然怎么办 就是爱盖头 爱盖头盖住 所以细胞内酸用毒 酸 二氧化碳就会产生碳酸 我们身体细胞就会变酸 整个身体就会变酸 大概是这样 所以二氧化碳 大家不要小看 它是很多疾病的源头 可是我们现在公共卫生 并不大管 你去看那个火车也是过高 高铁冬天也是过高 车站也都过高 基本上是 山不管地带 没有人要管 餐厅也过高 如果你不是一直在里面 可能还好 如果睡一整天就有问题 那下面呢 我们就看了一个 精神神经疾病跟睡眠障碍